这是漫威里最豪宏的男人 作为商人 他继承了富气的产业并发扬光大 身价千亿 作为英雄 他以己之力拯救整座城市 作为漫威角色 他一生铁锤定下了漫威营业的半地江山 一生响只结束了自己传奇一生 回顾托尼斯塔克的开始 没有那么多星际天下的思想与报复 有的只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 每天醒来身边女人都不重样 身为美国最大的军火商 公司的业务全靠助理小辣椒出 托尼乘坐私人飞机来到阿富汗 向军方展示了自己最新勇气的威力 又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一种地盘 但接下来 误送托尼的车队半路上遭到了袭击 就在他准备输叫支援时 一颗自己公司研发的导弹 在他眼前爆炸 鲜血浸透了白衬衫 即使他提前备好了防弹衣 结果却防不了自己研制的武器 真是讽刺 当他再次醒来时 鼻子已经插上了管子 胸口还多了个东西 旁边一个医生告诉他 在你身中树莓弹片时 是我救了你 但还是有很多弹片 顺着你的血液流向了心脏 所以托尼的胸口是一块电磁铁 可以阻止弹片流向心脏 话没说完 一伙恐怖分子就持枪闯进来 他阿巴阿巴说了一堆托尼听不懂的话 医生为他翻译 原来对方是想让托尼帮他们制造导弹 说着还递上来了图片 托尼瞄了一眼 时去地说 于是立刻就感受了一下当地特色 托尼为了保密 只好先暂时答应了他们 回到山洞后 他脑子里就开始谋划逃脱技能 对方不是要自己造导弹吗 好 托尼给他们列出了材料清单 然后拆出了所有导弹里的版本 托尼做出了第一袋小型粉 他不但能维持自己的生命 看到托尼叠起来的图纸 医生这才知道 托尼准备造出个大家伙来逃出去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们在恐怖分子的监视里 顺利完成了战甲的部分离间 憨憨头子发现造的东西和照片不一样 他以为是改良版导弹 但他们的老大光头难看出了端倪 立刻带人闯了进去 他看了一眼桌上的图纸 质问托尼为什么不老实作弹 托尼不说话 医生解释 他们一直在认真制作 主要是导弹太复杂了 光头不喜欢被人当白痴 于是就叫人按住医生 准备言行逼问 这时托尼站了出来 于是光头给了他们最后一晚的时间 托尼开始加紧弹到战甲 炎夜赶攻 第二天 医生为他穿上战甲 调治武器 此时光头发现监控了的托尼不见 于是让小弟过去查看 结果刚开门 瞬间就被门上挂着的炸弹炸锁 光头一看 赶紧阿巴阿巴地叫人过去支援 可是离启动战甲 还差最后一个进步 医生为了争取时间 不顾托尼劝口 捡起枪就冲了出去 但他只是往天上开枪吓跑他们 结果转角就被光头等人围了起 就在这时 托尼的战甲也完全起热 这个全身由后钢板组成的铁蝶 就是托尼斯塔克的第一代战甲 马克一号 他顶着敌人的子弹 重拳出击 以下一个小朋友 不幸的是他一只手用力不猛 卡在了墙上 一个小兵健壮还想抢门头 结果发现这是套反甲 他直接反手防备对方一发 但伊森已经不行了 托尼带着他的意愿 走出了山洞 外面敌人向托尼净 托尼将敌人和自己研发的武器 一块焚烧殆尽 随后在剧烈的爆炸中 冲向天空 这是燃料耗尽 马克一号就这样完成了他的事 托尼在荒漠中被打来的罗德 经过这番曲折后 托尼意识到 制造先进的武器并不能保护人 一旦落到敌人手里 就会沦为他们施暴的帮凶 于是他召开记者会 当即宣布斯塔克公司不再制造武器 直到他找到新的研发方向 于是记者团门瞬间炸开了火 但股东石坦对此却十分不明 他质问托尼 一个武器制造商不做武器 难道去做巴比娃娃吗 但托尼就是托尼 没人能改变他的决定 回到家后 托尼在小辣椒的帮助下 更换了新的反应堆 即使被手忙搅乱的小辣椒弄疼 他却没有这样做 而是把他做成了一个纪念礼物 送给了托尼 也正是这一举动 在后面救了托尼的命 体验过马克一号后 托尼对机甲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绪 于是他呼叫人工智能贾维斯作为帮手 开始了马克二号的研发 而大难不死的光头 还在沙漠里寻找什么 原来是托尼完剩下的马克一号残骂 托尼此时已经做出了马克二号的团 但第一次试飞着实有点难看 很快他又造出了机甲的身体 经过无数次失败 获尼终于调试好了马克二号的飞行动 最后一 装上机甲外子 带上面掌 Gage heads up display Check 贾维斯检查完毕后 托尼启动机甲 逆飞 他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也是最后原则 另一边 光头男的手下正在捣步马克一号谈案 而此时托尼改良的马克三号都已经开始上色了 晚会上 一个和托尼有过一页之缘的记者报告 斯塔克公司暗地里还在贩卖军火 恐怖分子让一个小镇变成了人间地位 托尼这才发现 自己公司内部出了问题 有人甚至想把他踢出去 他看着电视 发现施暴者正是光头男和他的手下 托尼念无表情 心里已经准备好拿他测试战甲威力 当托尼穿上马克三号战甲 成为钢铁侠的那一刻 我相信没有人能控制住内心的激动 得知恐怖分子在杀害平坑 他立刻以超音速飞行的游现场 甲维斯迅速扫描战斗情况 下一步就是飞王恐怖分子基地 这时敌方的坦克将他打了下来 托尼爬起来一看 他以为是个什么玩意儿 反手就送给他一枝烟花 真男人怎么不回头看爆炸 他来到基地 一发急速炮摧毁了所有自家的武器 正准备撤离回家 美军基地的雷达监测到不明飞行物 下一秒他就被两架战斗机锁定 波尼使用明确手段来扣了他 回到家后 他感觉是自己公司出了那个 于是让小辣椒偷偷盗出过运清单 他这才发现 原来是普通史坦为了利益 和恐怖分子合作谋害以后 史坦得知他们没有成功将托尼干掉 杀掉了毫无利用价值的恐怖分子 然后将马克一号原型带回去研究 但研究人员却表示无能为力 因为缺少关键的功能技术 而这种设备目前不可能实现 史坦得知自己秘密已经泄露 他先下手为强 用声波武器麻痹了托尼 得意洋洋地抢走了他胸前的反应堆 安装在了改良版马克一号上 没了反应堆的托尼 直接进入了死亡倒计室 还好他想起来 小辣椒为自己保留下来的初代反应堆 挽救了托尼的命 这是罗德赶来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托尼 这也让他认清了 谁才是值得自己信任的意义 小辣椒带着几个探员去逮捕石塔 此时他已经躲进了钢铁战架 托尼得知小辣椒有危险 立刻再加穿好战架 向他飞奔而去 危急时刻 托尼一脚将他踢到了公路上 他站起来 抄起一辆汽车准备砸向托尼 托尼将能量汇集到胸壶 再次将他击飞 接住了汽车 但没想到司机是个马路杀手 惊慌之下能踩过 石坎截住一辆汽车 锤飞了托尼 又将他举起来砸向地面 一顿乱灭 最后一发导弹准备终结他 托尼被炸飞 但啥是没有 悬浮在了半空中 石坎剑撞也不甘适入 靠着强大的反应堆 让笨重的大家伙也飞了起来 于是两人开始了飞行比赛 不出托尼所要 石坎的战甲表面开始结冰 但由于一代的反应堆功能有限 战甲能量也所剩无几 石坎抓住了托尼 但不知自己已经中情了 因为结冰系统直接关注 此时托尼也只剩不到2% 本以为就这样结束 但倔强的进度逃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托尼刚落地 石坎就从后面突袭他 险些被他捏到暴风 托尼及时开启燃烧弹正车 他躲在一边联系小辣椒 让他启动反应堆的所有电路 反应堆过在就能将他连人带楼 一块炸掉 小辣椒担心托尼的安危 时时不肯按下最后一个开关 在托尼的强烈要求下 他只好照做 瞬间电光四射 巨大的能量直冲天气 把托尼顶到了一边 但石坎和他的战甲 承受了所有的能量 跌入了反应堆 被炸得连扎都不胜了 而托尼幸运地活了下来 第二天记者会上 人们都对钢铁侠事件格外关注 各宫为了保守秘密 准备好了说辞 让托尼照着名 但他从不按套路出版 说出了那句经典 托尼回到家后 发现神盾局局长 已经等过多时 他为托尼带来了 复仇者记录 漫威宇宙的蓝图就自然 很多人想问一个问题 钢铁侠药子上厕所 托尼亲自说出了答案 原来战甲里设置了过滤系 过滤出来的水还可以喝 当托尼发现自己 把元素中毒命不久以后 变得越来越放荡不羁 爱自由 参议院以他私藏杀伤性武器为用 想霸占钢铁侠 结果没想到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被托尼的黑科技拿捏得死死 逼得一向淡定的艺人 在记者面前 一时间托尼从舆论焦点 瞬间解脱 变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托尼带着小辣椒 来观看赛车表演 瓦解在神盾局的安排下 成功接近了托尼 并成为了他的助手 在这里马斯克还有情客传了一下 斯塔克工业的死对头汉墨也在场 他发明的东西在托尼眼中就像玩具 汉墨十分极度托尼 托尼也不喜欢他 见他纠缠不清 便找了个借口来到厕所 测试了一下把元素弄毒 他尝试了所有元素的毒 没有一个元素能替代 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 他决定好好放动 于是瞒着小辣椒 穿上赛车服来到赛场 打算亲自参赛 但托尼的高调很快给他带来 一个没有坐驾的恶灵骑士早出 他拖着两条闪电电 准备跟托尼过过招 伊万的父亲曾和托尼父亲是同事 两人共同研究出了反应堆 最后却没有获得属于他们的原因 因此伊万对托尼心生困难 利用父亲遗留下来的图纸 仿造了钢铁侠的反应堆 然后伪装成工作人员 进入赛道 抄起鞭子就将托尼批的人员车翻了 小辣椒健壮 赶紧和司机带着攻势箱去掌握 危机时刻 司机及时赶到 撞开了意外 他刚打开车门 一鞭子就劈了下来 吓得小辣椒赶紧把箱子扔了出去 接下来 波尼一脚踢开劳斯莱斯 刚准备启动手炮 结果被伊万闪电边无情打破 战甲受损严重 眼看远程攻击不行 他扛着电边接近伊万 一步之内 三招制服了他 波尼扣出他胸前的反应堆一盘 原来是个仿制品 伊万被抓进监狱红 波尼来询问他为什么要偷袭自己 这才得知了两家人上辈子结下的渊源 波尼盲目地将反应堆改良方案告诉了他 然后就离开了 此时他把元素中毒浓度已经到了89% 他问寡解 在寡解的启发下他决定穿上战场举办一次疯狂的生日派对 罗德上校看见这一幕后赶紧穿上了马克二号制止托尼乱 而托尼并没有停下的意思 于是罗德采取强制措施 托尼和上面去准备让他老实一些 两台战甲展开了队局 从楼顶打到楼下 此时漫威细节来说 寡解受到惊吓好 展开的手势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练家的身手 一旁的小辣椒才是正常人的份 而此时寡解的身份还未被揭露 不得不说漫威真是细节怪 两人你一拳我一拳 打得有来有活 最后商量好一样用极数炮一决胜 看着满屋子狼藉 托尼为了教罗德使用战甲 还真是操碎了心 这下罗德终于有理由拿走战甲 殊不知这是托尼早就为他准备好 此时的伊万被汉没的人从牢里救出 他看上了伊万的发明能力 想让他帮自己制造出钢铁侠那样的战甲 来让自己在托尼面前扬眉吐气 伊万口头上答应了 背地里却藏有私心 制造出了一批遥控机器军团 打算向托尼发起第二次复权 而此时的托尼正在甜甜圈上 神盾局局长尼克再次找到了他 为了让他加入自己的超人男孩团体 尼克告诉他有一种方法可以救自己 就藏在他父亲留下的箱子里 但为了防止他在乱门 尼克派遣特工监视托尼 托尼被神盾局软进口 老老实实地研究起父亲留下物品 他播放已经看过无数遍的录像 突然发现原来还有一段删减内容 托尼受到了启发 来到公司将那块版图带回了家 在人工智能贾维斯的帮助下 他看到了一副清晰的原子 托尼瞬间看出来 父亲留给自己的是一种全新的元素 恰巧这个新元素能代替版本 关键时刻还是得老爸救命 托尼立刻动身拆架 自己装了一个粒子加速器 拿每堆的盾牌做电脑 经过实验 终于造出了这种全新的元素 托尼小心翼翼地将他放进容器 认真地看着他 汉莫听说军方得到了托尼的战解 立刻赶来基地 并向罗德推销起自己的玩具 一个微型导带拧起罗德的队 军方将马克2交给了汉莫 让他改装战甲的武器 而一边的伊万按托尼说的方法 改良了纺织反应堆 现在已经和托尼的反应堆十分接近了 他又重新造出了闪电边2.0版 汉莫这时终于反应过来 自己花钱请了个毫无用处的人 他想要的是战甲 结果伊万一天到晚在那研究闪电边 想到这就十分恼火 汉莫带保镖来到伊万面前 抢走了他的小女孩 准备用他造的机器大军做背景 宣传自己改装的战争机器马克2号 但几个小守卫根本看不住伊万 解决掉保镖后 他给托尼打来威胁电话 托尼猜到他打算在宣传会发动袭击 于是赶紧换上新的反应 直接变成了光 此时身为斯塔克公司总裁的小辣将来到了会场 一排机器军团缓缓缓升起 罗德刚穿着战争机器登场 托尼就穿着马克6号脑 他刚准备揭穿汉莫的英雅 伊万就在后台启动了机甲的瞄准程序 一时间机器军团和罗德都瞄准了 小辣椒和寡姐找到汉莫 汉莫还想不老实 结果被寡姐收拾的服务片 向伊万的位置说了出来 于是司机带寡姐来到汉莫公司 准备指导黄龙 另一边 霍尼和机甲大军陷入了 寡姐一个回首套制服了手 最后潇洒转身 一个跟头挤住了下一个 看到这里 是不是差点以为这是寡姐的独立电影 然而并非如此 这是钢铁侠的一个片子 也是寡姐最早登场的漫威宇宙的电影 此时的托尼正在和机器大军周旋 一个急杀解决掉了一大军 伊万在背后操控了他 但等寡姐找到控制室时 他已经逃之夭夭了 此时罗德将托尼扑了下去 寡姐及时解除了战争机器的控制 托尼敲醒了罗德 系统恢复后的罗德和托尼一起一战 机器人围了过来 两人分别展开武器防温 但机器人越打越过 托尼决定启动一次性杀招 这是最终BOSS终于登场 伊万驾驶机甲将落在两人面前 展开了他的闪电碟 罗德似乎不慌 因为他也有一次性秘密武器 托尼表示你在逗我玩吧 然而在强大的闪电碟暗点地下 两人陷入了烈士 双双被捆住 危急时刻 托尼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让罗德举起手 伊万看着他们的迷之主 正有点猛逼 下一门 解决掉伊万 所有的机器人都启动了自爆程序 托尼赶紧回到小辣椒身边 在最后关头救了他 影片最后出现了漫威的彩蛋 托尼来和尼克讨论建立复仇者联盟事宜 旁边有面世界地图 上面标记了神盾局关注的热点地区 其次在最后 监视完托尼的特工前往美国西南部 处理一起突发事件 他身后是一个奇怪的大坑 还打了个电话 镜头拉近 索尔的锤子不知为何坠落在了这条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让钢铁侠所有的战甲毁离一带 1999年的最后一晚 托尼在跨年晚会上 认识了一位美丽的生物博士玛雅 勤学好问的托尼 正要和他回房间探讨生命的奥谜 这时人群里冲进来一个相貌不凡的小伙子 他自称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创世 并希望托尼为他投资 为了防止他继续纠缠下去 托尼随口对他说了句五分钟后楼头见 结果就被放了鸽子 一个人站在天台喝着西北风 十几年后 光鲜亮丽的小伙再一次出现在小辣椒面前 他叫基里安 目前是公司的创世 这次他有贝尔人 向小辣椒展示了自己的绝境病毒 并希望能和斯塔克工业合作 但小辣椒认为这是一种生化武器 托尼不会答应 于是拒绝了他 在复联一后 纽约大战让托尼产生了严重的焦虑症 现实了外星势力威胁的托尼 为了保护他身边的人 他开始没日没夜地研发性能更强的战绩 于是马克42号就这样诞生了 作为一套远程组装穿戴战机 他可以通过植入在托尼皮下的中继设备 接收并识别信号部位快速组装 还能支持远程无延迟操控 但由于增强了便携式功能 战甲省去了连接各部位的零件 导致马克42整体十分不劳毒 受到外来攻击很容易散架 并且对神经反应预知不稳定 当托尼睡觉做噩梦的时候 马克42产生了敌情警戒的误判 差点误伤了同床的小辣椒 但最负满是缺点的战甲很快就会带回头 霍尼平静的生活被一场恐怖袭击所打的 哈皮为了调查可疑的激励 将自己卷入了一场危险的交易中 男人吸收了金属片里的绝境病毒头 满脸通活 随后身体就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3000摄氏度的高温瞬间融化了周围的疫情 哈皮也受到了重伤 恰巧在中东地区 出现了一个叫曼达林的死势头 他叫嚣要绑架美国总统 种种迹象都将此次袭击的矛头指向了他 托尼为了帮哈皮报仇 在媒体面前宣布要自己亲手解雇他 还自报了自己的家庭地址 结果第二天 一颗导弹就飞到了托尼的驻站 来者正是基里安的手机 托尼第一时间召唤马克42去绑固小辣椒 等贾维斯将他的安全送出去后 再从一片枪林弹雨中召回战甲 然而穿上战甲后托尼并没有办法立刻放进 因为这套战甲还不完善 此时武器系统还出现了故障 只能对托尼起到一点保护作用 房屋开始坍塌 托尼边跑边寻找机会 他一炮解决了一架直升机 但没想到飞机直径朝着他家坠 海警别墅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托尼看着自己的战甲和豪车一并被推 连小呆也没能幸福 托尼随随快一并落入海中 线缆缠住他飞速下沉 狄机以为托尼已经凉了 便转身撤离 危急时刻 贾维斯控制手臂部件分离 在小型推进器的帮助下 托尼被拉了出来 这时战甲飞行动力也追复过 带着托尼逃出了海警 很多人想问 当钢铁侠没有了战甲 那他还算什么 在钢铁侠三里托尼失去了战甲 再次上演绝境重生 托尼在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后 来到了一个离家十万八千里的地 此时战甲能量不足 贾维斯进入了休眠 无依无靠地托尼拖着战甲 穿过冰天雪地 闯进一个男孩的屋子里 托尼把战甲放在了沙发上 这时男孩拿着枪警惕地走了进来 但他一看到沙发上的战甲 立刻就原形毕露 原来他也是钢铁侠的粉丝 可站在他面前的 只是一个落魄的修理工 托尼和他来到小镇上采购维修材料 路上他误打误撞 来到了第一起人体爆炸案的现场 根据男孩提供的线索 他来到一家酒吧 但是在这里等待他的 不只有被害人的亲属 还有几个注射过绝境病毒的特工 女特工追上了托尼 没有战甲的托尼伸手并不迟 他利用女人身体产生的高温 轮断了手后 然后将他引到厨房 拔下煤气管 利用微波炉产生的爆炸警 带着资料离开了现场 此时曼达林又出现在了电视上 他不断地威胁总统 声称要给他上几课 总统立刻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他 于是罗德穿着钢铁爱国者来到 这时托尼打了电话 问他卫星系统的命运 他在路边捡到一台电脑 一顿操作黑入人系统 他查到了爆炸案的原因 原来因组织一直在找残疾人进行实验 给他们注射绝境病毒 如果实验成功就会变成火 拥有超强的自愈能力 如果失败就会当场自爆 托尼推测出基里安在和曼达林合作 此时小辣椒被基里安抓了起来 而为他研制绝境病毒的正式玛雅 托尼十几年前的旧情人 罗德继续寻找曼达林的攻击 他来到一处朝外 解救了一群平民 但平民里混进去了一个改造人 他被改造人抓住手里 战甲瞬间被高温制止 此时托尼需要贾维斯的帮助 他打电话给贾维斯 得知了曼达林的信号来源在麦尔尼 接下来托尼就差他的马克42战甲了 但男孩却告诉他 战甲目前冲不了电 这下突然整个托尼焦虑正大 蹲在地上不知所措 好在男孩一句话点醒了他 托尼瞬间清醒过来 他来到超市 购买了一堆化学肥料和五金工具 然后用这些简单的器材 做出了一堆武器 不愧是机械师 上一个这么玩的还有过大夫 一切准备就选了 托尼孤身一人来到迈阿密寻找曼达林 他用自制消音手枪和电机器 解决了外面的手 然后来到了曼达林的卧室 却发现所谓的曼达林 只是基里安找来的眼睛 真正的组织头目另有其人 突然托尼遭到背后袭击 当他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了架子上 眼前的女人正是玛雅 两人聊了没两句 幕后黑手基里安走了出来 他感谢托尼当初那晚给予他绝望 才有了他现在出人头地的样子 为了报复托尼 他将绝境病毒注入进了小辣椒体内 托尼十分愤怒 却又无能为力 这时玛雅看不下去 毕竟是自己的老情人 他打算用自己的命换托尼离开 但在机里安眼中 他早已失去了利用价值 于是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视觉盛宴 钢铁侠几时代机甲一次性量战 而在这么多套战架中 马克四十二一并给托尼留下了最深的遇见 此时的托尼正在给两个守卫表演 两个守卫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突然 马克四十二每一个零部件都装备了推动器 可以进行超音速周际飞行 小男孩打开仓库 一群机甲零件冲了出来 托尼顽强抵抗 终于等来了剩下几个部件 这时罗德也从战甲里被弄了出来 和托尼会合后 两人乘船赶去救援总统 基里安穿上钢铁爱国者来到了总统那天 不知道真相的总统还以为里面是罗德 他邀请他一块上了飞机 随后他炸开了飞机抓走了总统 这时钢铁侠赶到飞机上 干掉基里安手下后 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空中救援行动 十三个人手拉手 被托尼一个不落的救下 扫描完他们生命情况后 托尼刚准备安心离开 可下一秒 原来他是在远程操控战甲 为了营救总统和小辣椒 他命令贾维斯启动家庭大军 这时斯塔克家的废墟里 地下平台缓缓开启 两人悄悄来到港口 遭到了改造人的攻击 他们既要救出小辣椒 又要安全救出组 罗德知道仅凭他们两人肯定 于是托尼直接叫来了一只钢铁侠 包围了港口 罗德看得眼睛都发光了 马克41号分离突件发动解体攻击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动钢架 贾维斯派出马克38号帮托尼撑住钢架 随后托尼穿上马克33号战甲前去灵救小辣椒 并让马克17号将罗德带到人口附近 经过一番周折罗德救下了名字 托尼刚准备救出小辣椒 却被基里安黑虎掏心 破坏了反应堆 危急时刻 马克33号立任出敲 切断了他的火之臂 但小辣椒陷入了危机 但暂时没有空前战甲 托尼感到小辣椒身边 却还是差了一点 他坠入了火海 这时基里安不时去地出现在托尼面前 托尼愤怒地朝他走去 一个滑踩 和战甲完成了合体 但打了没几下 就被基里安制服 紧接着他又迅速脱离出去 换上了马克13 但依然打不过火力少年王基里安 这时马克42终于回来 正以为浪子回头时 托尼十分尴尬 他指挥马克42的零件 碰住了基里安 然后让甲维斯连战甲将他一同摧毁 但即便这样也没能将他彻底杀死 危机时刻 被病毒成功改造的小辣椒站了出来 这时甲维斯将小辣椒也当成了目标 然而事实证明是托尼多虑 然后他一拳打飞机里安 利用战甲装备把他炸成了毁 一切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托尼答应自己一定会置好小辣椒 随后启动了清理程序 为他放了一场盛大的烟花 影片最后托尼取出了胸口的弹底 从此再也不需要靠反应堆蓄力 将他扔进了大海 托尼找到了真实的自己 回答了妇联一种美丽的问题 没有了钢铁战甲 我是谁 钢铁侠是他 但他才是钢铁侠 我们下次见